简安乡111年客家文化艺术节7号登场的是烟机比赛 许多乡亲把家里头养了一年的大烟机抱过来称重 看谁是今年最大赢家 乡长游淑珍表示 今年的客家文化节还增添创意 举办了烟机毛梯剑子活动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来体验客家的传统文化 简安乡111年客家文化艺术节7号登场的是烟机比赛 许多乡亲把家里头养了一整年的大烟机抱过来称重 看谁是今年最大赢家 乡长游淑珍表示 今年的客家文化节增添创意 举办烟机毛梯剑子活动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来体验客家传统文化 111年客家艺术文化节 今天是我们的烟机比赛 明天开始就会有天神良福记跟我们的Dub3Go 来一起共襄胜举 带来日浓浓的客家味 也在10月半夏元节来献上对天神的护佑 护佑这一年的丰收 在客家庄里面我们大家的平安 和家的安乐 所以这也是我们 客家文化祭典很重要的一个传承 我们希望吉安乡公所能够传承 延展之外 今年又提出了健健乐 让小朋友从梁福基的羽毛 著作成健子 让我们老幼共同来劲比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的创意展现 希望大家一起来吉安乡 享受参与到位的客家文化节 今年共有53只的烟机参加称重比赛 最后是由村长成员中的妻子郭宝珠 所饲养的大烟机 以13斤09两赢的冠军 也成为了今年的烟机王 而前三名的大烟机 将在11月8号 圆福祭司当中献上供桌 祈求神明保佑地方平安昌隆 这也是客家文化中 相当经典的传统祭与系列活动 介络会简箱报道